下一場要對上中國 要把自己當成一個難纏的對手 就是想要為台灣爭一份小榮譽吧 OK 我就是要把自己武裝好 沒有第二個機會 給你的機會 你就是一定要把握住 沒有在浪費的 沒有說 Sorry 我的錯 我再來 其實有一度還 開始有點懷疑吧 就記得 籃球是多麼好玩的一個世界 在我身邊是什麼珍貴 所以熱愛 算是重新點燃吧 支持中華隊 今天要訪問到譚傑榮 他在亞洲杯 這兩場比賽表現還不錯 雖然對手都是蠻強大的敵人 但是他還是拿出了信心 抓下一線籃板 沾出一些火鍋 讓我們非常印象深刻 那藉由這個機會可以來了解一下 他在亞洲杯的一些心得 在夢想家的一些經歷來分享給大家 在日本對這場比賽 其實上半場也打出了精彩的內容 觀眾們可以就是多多鼓勵這些小將 這次的主訓不容易 跟疫情關係 有一些球員有一些現實的考量 所以沒有辦法加入中華隊 但是也提供了我們這些年輕的球員 很好的機會 希望大家一起為台灣籃球努力加油 少一點謾罵 讓他多一點支持 或者是多一點建議 好的 那接下來來帶大家聊聊 譚藉由他的過去的一些經歷 國家隊的經驗 然後看到一些什麼 在夢想家 在加拿大的一些分享 帥喔 你是不是變瘦了 幾天有吧 看你在場上的時候 我覺得跟之前看到 我瘦了大概五公斤吧 有沒有 我的脂肪掉很快 然後 肌肉疊很快 很開心 你看到捷龍的這些好表現 回顧一下你在職業賽季 你的新人 新人的賽季在夢想家 對 你有沒有什麼 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球隊上 其實最新印象深刻應該就是 練球的時候吧 因為 練球的時候都是跟上聯盟最頂尖的 球員在做對抗 Tucker Jaren Young Stefan Hicks 每天跟他們學運 是蠻多 蠻多highlight的吧 就是每天都要守他們 然後再去抗門 是霹靂的那些洋將 自己隊都蠻難熬的 然後結果之後也要對到 Tapi 或是賽者服 我覺得 一整年下來 就是 防守方面就是 受到蠻多刺激的吧 那這樣的經驗 就是 你覺得有沒有反應在 這次的國際賽 大學教練也都已經教過了 那霹靂當然 有給我很好的競爭對手 像Tapi 賽者服 21級 22多 那跟他們對抗過後 我現在對到 大陸的22級 然後 日本搞不好快210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在畏懼吧 這兩天的比賽就是 你還有擋下幾次進攻 然後抓下一些籃板 身體上對抗跟以前 比起來 就是有進步很多 說實話 跟他們直接 硬碰硬跳的話 也搶不贏 所以這陣子 所以 看起來就是 打完比賽吧 數據看起來不是很好看 因為有可能兩個籃板 三籃板 可是因為我知道 就是 自我工作吧 就是 做工 然後 就是 就算我搶不到 也 一定要把他撥給到 後衛身上 所以有可能現在 數據的籃板沒有高 什麼之類的 可是就是 盡全力 至少也要碰到一個球 然後把他從對手 對手手上拿走 中華隊的訓練這樣子 兩週吧 差不多 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如說 訓練啊 或者是 隊友之間的 磨合啊 其實我們 這隊大部分 之前都見過吧 就是學長學弟 有可能之前有中華白有好幾個嘛 有一些城市 或是上下梯之類 大家都對彼此 不是算那麼陌生嗎 只是在 我覺得最深刻就是應該 也不是最深刻的一個 兩個禮拜 其實還蠻難的 因為 加上休息時間的話 我們搞不好 直邊的10天的球 是我們整個中華隊的進攻 低能進攻 區域進攻 然後 防守進攻 然後還要維持我們的技術 而且就是 還真的蠻 難 也不是難熬吧 就是說 蠻累的吧 就是不管是新年還是森林 日本啊 中國啊 他們不管是經驗還是 職業賽的程度啊 或是身高 大家都知道他們比我們好 你在場上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他們 其實因為之前 就有可能 就對過美國隊 那時候就有好幾個NBA球員 然後大學 被擋過 怕 跟畏懼是沒有 可是怎麼說呢 就是來到這邊的時候 然後每次賽節都會 聽我們的 奧運國歌 奧運國旗歌 其實在那當下的時候 然後在跑來之前就會覺得 就是好想要 就是 好想要為台灣 就是爭 一份小榮譽吧 在放歌的那個當下會 你會很有力量 對 我也是感到蠻為你驕傲的 因為 其實你們表現都是 就是很不錯 但是 看得出來你們的拚勁 對啊 給你自己打幾分 5分吧 5分 6分吧 沒有第一吧 因為在突然 跟那麼高的人 做對抗 然後每一球都一定要用100%的力量 自己的體力也 下滑的蠻快 所以在 得分方面或是幫忙球隊 側硬 切入之類的 就是 會比較難做 然後就是導致我 像是我今天 其實上半場 攻的很 就是 攻防我就覺得還可以 可是到下半場 因為一直在幫忙 斜坊啊 幫忙去做主攻 幫忙去搶來 幫我卡威之類的 自己到下半場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 我的腿已經算是沒力的吧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是我的 是我的出手間 然後我確實出手了 可是 我已經感覺到說 我的腿已經 沒辦法 就只剩那個 算那個投籃吧 非常 高張力的吧 你沒有待很長的時間 可是 其實只是短暫的時間 你也是 用了全身的力量去 做對抗 或是做加速 折返跑之類的 日本隊跟 大人隊 他們搞不好平均身高 兜兵高 然後他們 他們練的球 有個人 大陸都從體笑出來的 體驗 最近 然後他們 他們百分之百 就是每個人都是在 他們都 他們也不管 他們贏 他們就是 只要上場 就是想要跟你鬥到底 就是每個人穿 不管是哪一國的人 國家隊的衣服 就是 想要證明說 喔 就是說 我就是 represent my country 也要 把打好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主訓 就是 中華隊的組成跟訓練 也遇到很多困難 或者是 你們沒有足夠的訓練 或者是沒有辦法 以戰養戰 打那種 那種 友誼賽 高強度的那種 友誼賽 特抗賽 就是 我覺得還是會有差 不過今天 今天日本的 上半場 第一節第二節 就是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怎麼樣 可以 把分數咬上去 剛剛跳球完開始的時候 大概前面三分鐘吧 就是 那段時間 突然被打了一個 12比0的攻勢 就突然 被衝擊一個 然後那時候剛好上去的時候 然後上前的時候 想說 幹我就是 不想讓中華隊那麼難看 就是 不管進攻帶防守戰 我一定要 想到一個 幫忙解決方法 那就上來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 幫忙拚進強籃板 然後剛好給雅瑄得第一分 然後後面 我自己拿到球 然後看到機會 去突破的 我也 去嘗試 然後後面直接 打一個三分 那時候就想說 我不想要 就是 比賽才剛開始 然後就好像我們已經 就想要給 日本人說 我想要 就是不管 結果的 如何還怎麼樣 我覺得 過程比較重要吧 不想讓他們 別隊 就是說 看清台灣之類的 至少要把 自己當成一個難殘的對手 就是管我們輸贏 贏得尊重 然後很多台灣的球迷也看 看在眼裡 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就是 你們不想放棄 對 即使你們有落後 對啊 好球好球 下一場 要對上中國 怎麼樣才可以 就是可能 再少數一些些 我覺得我們 第一場可能 失誤太多吧 就是有可能 就是因為 就是說 我們 這10天的確定來了 真的 就只有 在對內練習 沒有習慣 都已經 被打了一個 好幾分的領先 我們才有點醒過來 那我已經 算是來不及了 那下一場 就是希望說 我們從 一開節 跳球那一刻的時候 就 盡量把他們咬住吧 就管他們得幾分 就是盡量 咬著他們不放 大家就是要看到你們有 有改善 或者是可以 有一些明顯的 可以改掉一些缺點 然後 這是對到日本隊好了 他們有沒有東西是 就是 值得我們學習 或者是 值得我們去 效仿 自信心吧 他們 每個球員 就是對自己 也都很有 上一場 你只要對自己有 自信心 管理 你只要有那個信心 跟態度出來 就是 會感染到 季節隊友 然後會感染到 就是整個團隊 都會慢慢 一步 也想要 就是 去在一起 更有 自信 打個比賽 打完中國之後 你就會有 蠻長一段時間 不會在 台灣的比賽中出現 就是要回去 8月 8月底吧 就是 因為9月開學 那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話 9月 9月都要開學 真大四嘛 有點大三 可是我大三的科也還沒讀完 所以我還是大三 所以你自己是不是覺得說 大學的學業 就是很重要 但對你來說 學業跟籃球 你會怎麼樣分辨 學業 一定要去完成吧 一定要去做吧 因為說實話 籃球當然是 賺錢 也是你的熱愛 可是一定要別的東西把它平衡 就是不能說 我的整個生命 就是籃球 因為不管 左偉大拳 他們搞不好也有 什麼副業 要去做投資之類的 然後 需要 去 自己去學 然後自己去做場子才 會得來的一些經驗 那其實就是 過程吧 那就是把 這些東西學好 然後是一些場子 職業籃球盛行嘛 市場上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timing 不會因為這樣就覺得說 我要打球 你還是會覺得說 我還要把學業完成 要打球就是把學業完成再打 對啊 這樣才能 我們說就是 才能全心全意的 把 我的心投入 籃球 或者職籃上面 因為 只要還沒完成 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家人 蠻重視 客業這部分 就還是希望我先把它 完成 然後再去做 我自己 未來 想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打球 還是轉籃類的 在菲律賓 目前這樣幾天 在場上 或者是在場下 有沒有遇到什麼 有趣的事情可以 分享給觀眾一下 完全沒有 就是全力打好球而已 這樣 不會 不會 技術擺在球場上吧 我以為會 垃圾後啊 或者是 卡拐啊 那種 有可能不小心 留意 可是 我覺得刻意的是沒有 沒有 對大路 打球當然 比賽 比賽比較大 所以打比較硬 可是那是正常的 你進職業隊之後 兼顧學業 還有球場上 最大的挑戰是 我的 休息時間要抓得更緊 然後要更把握住吧 九點 九點多就要 陳超去投籃之類的 搞不好八點就要起床了 九點訓練到十一點 下午三四點 再訓練 持續到 說 六七點 啊 那 那是 所以 早上練兩個小時 下午又練了三個小時 那五個小時 那從大概七點到 十二點左右 我需要抓到這個時間 就是睡覺 好好好 睡眠一下子 因為十二點過後的時候 又要去 開始做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 有時候 比較晚的話 可能 十二點到 四五點 有時候十二點到兩三點 那這樣每天這樣子 就到那個時間 到那麼晚的時間 然後突然隔天早上 又要突然八點起床 就是 一兩天其實還 還能接受吧 可是 那時候還真的蠻難熬的吧 因為身體有點 負荷不了 因為搞不好 我做中訓 然後如果我練球 然後 就是沒有 好好的 讓自己身體休息 好好恢復 然後就一直在 不斷的就是一直在 act的 狀態 所以那時候 還蠻容易受傷的 所以你那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背傷啊 這個時候弄到 皮力 剛開打過後 在練球的時候 一下子就突然 跳投還是什麼 對抗之類的 然後就突然 一拉就突然 背的脊椎 突然 就是錯位 當下受傷的時候是 背 背是完全打不止的 就是90度 然後 沒辦法 沒辦法睡覺 因為躺 就是躺直的話會痛 所以都需要彎著睡覺 體態就是比較怪吧 兩個禮拜完全沒辦法 去動 那時候就打了 六八個責任 就是普拿騰 打進去 然後就是希望 我的 移動 然後那邊 的 就是那邊的支撐點 就是可以把他再 兼募起來 沒辦法 就是到我之前 就是防手 或者是盡控的那種 比較 高強度 還是 水平那邊 然後反而 就是說 反而我自己表現變不好 然後教練有可能 不信任我 因為恢復不夠的關係 所以 導致你的身體就是越來越差 這樣子 那你現在好嗎 我完全好啦 可是那時候就是因為 那兩個禮拜 他給我兩個 我那時候確實有兩個禮拜 就是全休息 然後去做治療 可是那兩個禮拜 我身體就是 還真的不夠 沒辦法 達到他的要求 然後就 這樣子 就是 自己 表現 然後自己 先想 在職業場上待過 然後你看過不同樣 不同樣的對手 國際賽的時候 你也看到更高水準對手 你回加拿大 是不是會對你在心態上 會有很大的加分 對於 打球的心態吧 職業場上的時候 我的感受 沒有第二個機會 給你的機會 你就是要一定要把握住 沒有在浪費的 沒有說 Sorry 我的錯 我再來 可不可以 就是我會更懂的就是說 籃球這種東西 每次上場就是要 珍惜吧 管你那時候當下 受傷 還是有病 還是有什麼 另外的狀況 你只要沒有辦法 去為球隊去做貢獻 沒有辦法 達到 你 教練希望你的 水平或者是 希望你的 數據或者你希望你的 輸出或輸出之類的 那 你就是下來 那現在 我到職業場上我懂 這種 殘酷的現實吧 那以後就是對籃球的時候我就會懂說OK 我就是要把自己 武裝好 然後每次打籃球的時候就是要 用這個心態就說 我 我接受一次機會 我搞砸就是搞砸了 也是 就是把 一波一波的球把它把握住 然後為球隊做 更好的貢獻 那你對籃球的 熱愛呢 還是 一樣的 不會變 其實有一度還 開始有點 懷疑吧 現在 因為那時候受傷嘛 然後加上 自信心有點 蠻低落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 那件事情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 剛開始打比賽 然後打得還可以 然後有一些 突出的跟 投籃的表現 然後突然我的腰 我的背又受傷 然後背受傷過後 快點濃入 就是 球隊然後把事情弄好 那時候一度有點 對籃球有點 算是 無感吧 無感 然後對我生命 旁邊 朋友們家人們 是多重要的 一個事情吧 所以熱愛 甚至重新點燃吧 支持中華隊 對 中華隊有給你一些幫助 心態上可能比較充實吧 我覺得 我記得你有講說 你把它當作是個挑戰 因為 對啊 你直接這樣 第一年沒有 沒有表現好 你想要 很感謝就是 這幾年 對就是給我的 培養吧 就是從 U16 U17 U18 U18 U1833 或者是很開心 就是說 藍鞋給我這個機會 來看看這個 自己今年在P 也是表現 不是很好吧 就是自己身體也沒有很好 然後自己狀態也沒有到很好 那希望用這次 這個機會 給所有 台灣 看籃球的球迷 然後給所有 支持我 或者是 Haters之類的 反撲一次 就是說 我是能打的 有證明到自己 找出那個啦 信心啦 找出 那種打球的感覺 我看得出來 最後還是不免俗的 就是有沒有什麼話想要感謝一下 感謝人吧 從高中教練陳志忠 就是把我帶進籃球圈 然後把我帶進 不管什麼年紀或是成績的中華隊 我母親 我家人還有朋友們 就是一直當我的 後盾 然後又攔血 就是說不管做什麼事 就是一直在背後停著我 最後要感謝 傑哥吧 就是因為他高中高二的時候認識我 然後就是一段的 要推廣 去搞國外打比賽 在台北也有給我一個 很溫暖的一個家 運練場地 不管什麼手錶要用 都是願意提供 喜歡的球迷就是把他當 自己兒子吧 謝謝 所有支持 支持中華隊的球迷 就是 不然我們 落後 都在螢幕上 電視上 手機上 是好好的幫我們加油 然後打氣 呃 希望各位 可以繼續 為我打氣加油吧 然後我也會繼續努力 就是打籃球 然後好好訓練 我們今天訪問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 YESER 記得訂閱Line My Sports Peace out